大家好,我是王老师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概述小知识 在概述文章当中 对话是不能够出现在答案中的 但是继续文的篇章当中 又往往少不了对话 这个时候许多学生就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不懂得怎么样把文章中的对话 转述为陈述句 在这个时候 同学们应该要先注意对话当中的用意 用适当的动词将这个对话的意义给表达出来 就比如说 这个对话是在提醒、告诉、告诫、训诫 还是在请求 我们来看看例子吧 看看这个例子 妈妈,把这棵小树也摘一下吧 在这个句子当中 这小孩请求妈妈把小树给摘下 所以我们应该把他的用意给表达出来 所以陈述句应该是 孩子请求妈妈把小树摘下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校长说 同学们 下个星期是家长日 请同学们一定要将通告交给你们的父母 在这个对话当中 这校长其实是在通知学生什么时候是家长日 进而又再请同学们把这个通知书交给他的父母 所以陈述句应该是要用通知这两个字来表达出校长的意思 所以陈述句应该是这样的 校长通知学生下个星期就是家长日 并吩咐或预请同学们将通告交给他们的父母 但是如果是在概述文章的时候 这样的句子又显得太冗长了 所以同学们应该要舍弃掉一些不重要的 或者是重复性的内容 概述的这个句子内容应该是这样的 校长预请同学们将家长日通告交给父母 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 父亲说 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啊 你这样鲁莽行事迟早出事 在这个对话当中 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这父亲其实是在劝诫孩子 做事情一定要三思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劝诫这两个字眼 来带出父亲的意思 所以转化为陈述句的时候 句子应该是这样的 父亲劝诫孩子做事要三思而后行 鲁莽行事将出事 如果是在概述 我们应该写得更精简 父亲劝诫孩子 做事要三思而后行 以上是概述文章当中 会应用到的一些小技巧 希望同学们乐学善用 在我们的网课当中 还会有更多 关于作答技巧的说明和练习 希望能够提高同学们的作答信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